梁國雄議員 我是住在公屋的議員 都給本會不少議員做話題 攻擊我沒所謂 有人審查 如果我果然好像他說霸主 就應該坐牢 就不應該坐在這裏 這班喪心病狂的人 為了攻擊我 根本就不計算社會後果 第一 你是富戶政策的時候 三十年前 就是希望公屋的居民 有個梯街走出公屋 在這個居屋那裏 騰空的單位 這樣解決你們的供應問題 你現在居屋沒了 怎樣搞呢 你叫他們出去又買一間屋 那人家窮側便便側通 走出去再輪候公屋 搞到你這個樓長一點 那你有個客觀的準則 84倍 那84倍是怎樣計算出來的呢 即是說他可能給了首期 就是這樣 但是他那個 那個 income 可能都供不到樓 除非兩樓都計算 是不是 第二就是 你計算那時候 是不是算他買居屋 還是買私樓 還是買隔屋 還是買隔屋 他已經不存在了 即是84倍這件事 是不是 我就覺得 說來講去 你自己公屋供應不夠 你找那3%的人來搞是沒用的 他出去挨回貴租 就住劏房 即是其實 第二個劏房的人 走到一間公屋 沒什麼意義 可能有些公平的意義 就是既然你有錢過人 你就去住劏房 那第二個就住了你的房子 是不是 而第二個問題最好笑的 就是以我為例 現在 我走去 聽那班亮晶晶 吳亮晶那包說 即是走去買一間居屋 如果有錢的話 或者做一間居屋 我一個人住500呎的地方 是不是浪費了500呎的地方 那個單位 原本是可以給一家人住的 是不是這幫人吃屎我飯 我去想一下 即是完全不是從 一個屋宇的流動 和怎樣將那些人 跟著他們那個 入息鏈上升的時候 配置一些 去合適 去消費的房屋去考慮 那現在這個政策 老人村的政策 我自己的村子 全部都是老人家 現在 一是新移民 你就搞到他們這樣 一會兒你又回頭 去陪老人家住 叫人的子女 在附近那裏 找回一家屋 你真是說 無謂說的 老實說 我就是住老人家 我就是六十歲了 是不是 你趕我不走的 我也都歡迎大家來查 查我有多少資產 就這麼簡單 我不是為我個人發言 我是為你拆掉別人家的家庭 為你把年輕人趕出去 住劏房 然後再排隊 你跟家裡住都不行 已經慘了 跟家裡住 沒話說 我希望梁青青 真的睡不著覺 那時候想想 她一輩子都沒有住公屋 你不用部門回應了 不用了 我聽說梁青青聽到 美娟議員 梁青青